perfect 嗨 大家好 我是薰薰 有很久不見了嗎 好啦 就是我很很廢 有沒有很廢 因為我工作真的很麻 又很懶得拍片 然後呢 今天呢 要拍這一集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你們有看到嗎 我今天是素顏的狀態 就是我沒有化妝喔 我皮膚變超好超亮 然後呢 這邊會放上 如果你們有看前兩集吧 前兩集 就是我分享那個 自清貼的那個 影片的話 你們就會發現就是 我有貼那個之前爛掉皮膚 反正我前三個月的時候 皮膚就是爛掉 然後我熬夜完 反正我上個影片有講 然後整個臉就大爛掉嘛 然後我就去 拍中 然後在中國 醫藥的旁邊 然後有一個它是 中西醫 中西醫的 雙子皂的一個醫師 然後它就是 除了看一般我們去 看那個皮膚科的話 就是只有看皮膚這樣子 醫生可能就會看你有 有那個患者 就是有 有你覺得有 重傷的 是重傷不是 我在講什麼 就是你有 患部的部位這樣子 只會看你有受傷的部位 只會看臉啊 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呢這間醫師很特別是 因為我本來去我以前的 在台中的 北屯區那附近 我以前去看那一間醫師 然後它是一位老醫師這樣子 可是它也很專業 可是我又覺得 我的這個情形 就是我臉爛掉的情形 去它那邊看好像沒有效 所以我就從那邊就是去 爬文章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要找一間診所 除了就是醫生很會看之外 然後評價很重要之外 也要離你家很近 你才會很勤的去 因為不然你可能知道一半 然後你就會很累 如果太遠的話 所以我覺得 再找一間適合自己的診所的話 就是 你必要離家近 減少你來往通勤的時間這樣 然後呢我就在 迪卡上面 因為迪卡有很多分享文章 然後我就有看到 很多人在推這一家 因為他們說 講到醫師真的很親切啊這樣子 然後它是一個整合型的治療這樣 所以我就找到這一間叫做 書儀診所 名字在這邊這樣子 書儀診所 它在台中的中國醫要選附近這樣子 然後裡面只有一位醫師 因為很多的診所 會有分很多的醫師 他們就是一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問說 你是要看皮膚還是哪裡這樣子 這個診所它就是 不只看皮膚啊 它有看耳鼻核科 然後加一等等整合 你會這樣 你第一次看診 就是填那個表格這樣子 然後像我看皮膚就填 然後我記得你好像可以填就是 你要藥粉 藥丸還是藥水 就是你可以勾你想要吃的這樣子 然後你就裝 它會給你一個號碼牌 那你就在那邊等 然後他們很有趣的是 號碼牌是雙數叫號 就是24680雙數的概念 我不知道這是因為有民俗信仰是什麼 就是比較吉祥嗎 就是雙數比較吉祥這樣 這個我沒有問過 但是他們就是24680這樣叫號這樣進去 然後醫生很特別的是他會幫你看 呃整個皮膚的狀況之外呢 當然前面有提到它是中西醫合併 所以你會雙數 它叫你伸出雙數 兩邊幫你把它賣 就是中醫的原理這樣子 而它是整合幫你看 把你整個身 不管是裡面還是外面 整個偷偷幫你調整好這樣子 那當然啦大家已經問到說 那是只有附健保費用 就是掛號費兩百塊嗎 每個人不一定 就是看你嚴重程度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會多開另外的藥膏給你 但是他都提前告訴你說 喔媽你開另外的藥膏 或是他幫你做其他的服務的時候 醫生人都要很好 就是他要先提前告訴你 欸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服務的 就是這個另外的 費用是多少這樣子 他都會先提前告訴你這樣子 對然後慢慢就是慢慢循循漸進 然後你們現在看我的皮膚 真的很好 可是我這邊要呼籲大家 就是說這個醫師可能跟我 用有緣來介紹嗎 不一定就是我推薦你們去看這個醫師 他就跟你很契合 對所以就是你們可以去看個一兩次 自己感覺怎麼樣 你在決定要不要繼續看他去這樣子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的推薦這樣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去嘗試看看 只是因為真的一個好的診所 他的身影一定是 我不可以講說生意這樣子 應該就是說 好的診所 好的醫生 他的看診的率一定是非常高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信任他 他的醫術很高明 所以我覺得排隊是值得等待 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如果你真的想去看的話這樣 這邊就介紹到這邊 就想要介紹我平常的保養方法這樣子 就是很簡單 因為 就是一個故事來源 反正就是 我的 之前的前同事也 現在是我的朋友 然後一個很漂亮的 他叫紫薇 然後我真的很感謝就是 遇到他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認識了他 他幫我省下很多保養的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 尤其曾經有風靡過 我就是看過很多YouTuber的 美妝YouTuber分享 他們就會介紹琳瑯滿目的保養化妝品 然後 如果你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跟我一樣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專櫃的一定都還蠻不錯 然後聽到直吹什麼 然後還有什麼認證還是什麼 你就會非常相信 然後就會往臉上突突摸摸 比如說我舉例來說 比如說SXX SXX的保養品 它可能四五千啊 可是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二三十 二十幾歲 這個年紀其實不太需要這麼的滋潤 簡單的 補水給肌膚補水 然後你做好保濕 就OK了這樣 就很簡單 然後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鍾麟軒的影片 鍾麟軒他就是講話很 很直接 然後很有個性 然後我很喜歡看他的影片 他就有介紹說 就是台北有一個叫做陳皮醫師 也是皮膚科醫師 然後他有寫很多文章 然後我那個同事他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說 欸你可以去看他的文章 因為我之前只是在YouTuber 稍微聽鍾麟軒提及過這樣子 然後只知道說 欸 台北有一個叫做陳皮醫師 就是很厲害這樣子 很多人去他那邊看好這樣 然後他也自己也有出一系列產品 然後那個同事他就是有用他們家的產品 那他們產品呢 不是很貴就是很專櫃 然後因為他們是真的是靠實力取勝 雖然他們不是用 就是也不靠網美什麼業配 我跟你講 真正有實力的 他就是不會下廣告 也不會去找人家業配什麼 他就是靠實力說話 然後就每個人去看 拿cora相傳 會在大家的就是大家親自證明的情況下 而一套而諷這樣子 應該是這樣說 所以我就買了他們家的就是陳皮醫師的產品 就是他在裡面有教你說很多很多 他就說 其實我們人不需要這麼多的塗塗抹抹上去 你只要幫你的肌膚就是喝飽水吸煮就夠 然後我那時候在防疫的居家上班了兩個月啊 就是我有看過日本還有寫一本書 叫做雞斷石 我們我們不是為了身體健康 我們只有168斷石吧 那你們只要肌膚的話 你有雞斷石 就是你不要給你肌膚吃太多的東西 他就會產生很多的排泄圓什麼 長很多粉絲 其實你只要簡單的保養方法 簡單的補水清潔 然後防曬 然後真的要呼籲大家 我以前啊真的很愛化妝 然後365天都要化妝 可是你們都要減少化妝的機率 不管你在用多好的粉底液粉 基本上他都是會很傷皮肌的 所以我就很減少化妝出了工作才化 然後一回到家一定要先做好臉部的清潔 然後頭髮最好是每天都洗 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重要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家的產品 因為他們家都是不夾香精 所以沒有很特別的味道 我是那種不喜歡香精的人 所以我覺得很好用 那就是我用了就是 呃成品一式的產品 之後我的肌膚變得狀況很穩定 簡單的保養 真的 我跟你講你就這樣買 就是買下來之後 可以用兩到三個月吧 然後真的可以幫你省下保養 很多很多的錢 真的就是少化妝 然後肌膚只要補水清潔 簡單就好 然後生活作型 記得要多喝水 其實你肌膚就會很好 就像我現在這樣 我現在真的沒有化妝 沒有在跟你們開玩笑 可是你們 你們要記得就是 這些產品不是 你一買回來 你用第一個月什麼 就很有效果 然後立馬見效 我覺得 就像中醫在慢慢調整體式一樣 就是 所有不管你去看著 還是你在用成品一式 他們家的產品的話 都要慢慢來 你才能看到效果 就是你一定要持續 就像你的運動 一定要持續 你才能看到 最後的結果 跟減肥是一樣的意思 對然後 我想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洗臉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 這個方巾 你們去保養買就可以買到 然後它有很多種 你們就自己去選擇 那我都買這種小包的 然後它會有很多顏色 一包很便宜 大概才八十塊 有找找一塊 我記得好像都賣七十九一七十五 我有點忘記 然後我洗臉都用這個一次性 就是洗 卸妝洗臉都用這個 就是一次弄完就丟 當然 但是眼睛我小部分的話 還是建議你們買 小的化妝棉這樣子 卸的就是 比如說卸睫毛眼妝 我會覺得比較乾淨 那在大面積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好用 你們可以拿去 去買這樣子 去把它買 然後一次買個四五包 我覺得都很便宜 這樣 對 然後一次性 用完就丟 我覺得蠻衛生的 好 然後 再來是這個口罩 這個口罩 就是韓國流行過來的 這樣 有沒有 口罩 它是立體的 然後以前 一開始出 在韓國看到的時候 就很想要買 可是就很麻煩 就要請戴購 還是 戴購幫你買這樣子 然後台灣現在也有出 就是立體的口罩 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旁邊就是可以貼合你的臉 跟一般式的那個口罩 就是會有洞洞的話 我覺得在防疫上會更加的安全 然後它可以貼合 假如說你這邊有工作 需要化妝 然後需要露臉的話 你就是捏鼻翼這樣 然後它有一個魚尾 有一天是沒有魚尾 但是我有買魚尾的這樣 然後你就對準 然後它的旁邊是這樣 有沒有貼合你 中間是立體的 所以你講話的時候啊 就是不用 就是不會覺得說 你好像跟你的口水混合住 然後眼上的妝會去黏貼到 不會 這點我覺得真的很棒 我覺得可以推薦大家去買 然後台灣現在也有出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 你不要戴的時候 你把它摺 然後如果你們都 你們有口罩夾粉 就是把它對摺這樣 收進包包裡面 就可以 我覺得這個很棒 然後它有出很多種顏色 那我就是買基本色黑跟白 就是可以白搭衣服 淺色就搭白色的 然後如果今天穿著是神色風格 我就戴黑色的口罩這樣 好然後 我最後最後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真的要上妝怎麼辦 就是除了你的刷具要正常清洗 保持乾淨之外 我覺得 盡量就是 像鍾明軒也有講到 為什麼它的皮膚 就是以前是九糟肌膚 除了就是它平時有吃藥穩定之外 它也用一個粉底 我朋友也有在弄 但是我覺得真的還蠻好用的 就是這個 欸 東京櫃的那個粉底液 我忘記整個圈名怎麼講 它不是有分什麼東京櫃跟另外一櫃 這個好像是東京櫃 雖然你們去問 然後就是 就是這個粉底液 它現在是這個包裝 為什麼不要用粉底液 是要用粉底 更正 粉底 不要用粉底液 就是除非你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工作 或是什麼之類你用 少用可以 可是我覺得如果也是正常 你只要化淡妝的話 你們可以用粉底 因為 粉底液它是液狀 所以它可以添加很多 保濕啊 美白啊 什麼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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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子 我相信如果你們在看 周明軒的影片的話 他也有講到 對 然後粉底 因為它是要壓成塊這樣 所以它能 添加成分有限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然後你們粉撲記得要定期換 這樣子很簡單 真的 你把皮膚養好之後啊 保濕都做好 你真的只要簡單上粉底 你的皮膚 就是肌膚看起來其實就蠻亮的 就是蠻好看 然後它有一定的遮瑕力 但並不是百分之百 全部都幫你遮住 但有一定的遮瑕力 然後可以讓你顯得比較有氣色這樣子 我還蠻推薦 對 然後以上 就是我推薦給大家 就是你要化妝啊 然後怎麼養好肌膚 對 然後怎麼調整 然後如果你是台中的朋友 可以去外面看醫生這樣子 對 然後就推薦給大家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就是如果跟我一樣 有困擾或是痘痘的困擾的人 你們可以去幫助你們解決這樣子 我想 我要呼籲 最後要呼籲大家的事情 如果你的皮膚還是什麼 有狀況的話 第一個事情一定要去看醫生 千萬不要就是去瀏覽什麼 什麼痘痘產品啊 什麼之類的 有狀況先去看醫生 請醫生評估幫你解決 這才是第一個解決之道 醫生是專業的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診所的醫生 他們都是專業的 相信專業 然後幫你去調整好這樣 OK 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希望有幫助到你們 拜拜 拜拜